新建工程 上良典礼 代工大厂伪创全球营运总部 建筑新竹AI智慧园区 19日举行上良典礼 由总经理林建勋亲自主持 新竹县长杨文科 竹北市长郑朝芳等人都出席活动 我们认为整个新竹县 有足够的人才来support 我们整个营运总部的完成 所以我们决定把我们的营运总部 落在新竹县 很选丽的伪创进来之后 连带着我们的义龙 普森 智邦都进来了 期待着我们所有全台湾 我们全国最重要的AI人工的 智慧的这个设计的人才 统统到我们新竹县来 伪创全球营运总部 以黄金绿建筑打造 营运规划包括AI 5G 伺服器研发中心 5G智慧工厂 数位能力中心 以及全球运营人才育成总部 研发人才初步规划至少600人 总部落成后 将扩大专业人才需求 即将在第三季就要来正式的启用 会带给我们竹北更新的荣进 我们也十分的期待 我们的客户都是基本上就是前面 台积人在帮他们晶圆先制造 然后我们这边就在做 不管是主机板或系统 其实都在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 整个大新土地区 所以未来我自觉的AI还有才刚开始 所以未来的展望还蛮大的 新竹县长杨文科表示 进驻AI智慧园区的四大厂商 陆续在今年底到明年初完工 将创造约4000个就业机会 预估年产值超过1000亿元 新唐人亚台电视林秋霞 陈辉模李晶晶 台湾新竹报导